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喜欢吃海鲜的朋友来说 来马来西亚真的大有口福了 因为马来西亚三面环海 海产又多 而煮的方法 还因为不同的地方和民族都炮制了各种鲜味美味的海鲜 而除了海鲜之外 他们的河鲜和住在红树林咸淡水的河鲜 一样共受本地人和游客欢迎 就好似飞翅州的十八丁 由于它是红树林咸淡水交界区 所以每日下周和夜晚 都有很多朋友来一路欣赏河景 一边品味最鲜味的河鲜 来到这麽有风味的渔村 我带你今天吃鲜味和风味 你正在做这条鱼 知不知道是什么鱼 这条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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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有红树林 这条鱼应该是咸淡水的鱼 这条鱼其实是海马有 很难捉的鱼 都是新鲜精的 这条鱼 先吃鲜狼虾 通常香港就叫这条鱼 对 由于马来星鱼 就看到它的样子很像鲜狼 若狼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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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就出海 虽狼虾 大海中6点 就好水 整整湣侧 都会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